為了要讓社區中部的生活 更加得菜得豬 新北市政府 示範一個英法庫六部的生產出版 再來我們社區來加熱 是這區第一次開辦 這個秋月傳播題的副定 是去音很多中部來參加 自己用這個月筆 用所有的卡片為酒色彩 給自己自己沒有你的卡片 這中部是非常開心 也真有興趣 一般時下中部都准時報 順來就開始拿到月筆 全身來把傳播題種植 會出自己教她的導演 英法庫六部在社區開選手班 要鼓勵公務申請辦理英法庫六部 設計的第一陣就在伯爵舞台社區 開辦手的傳播題目的課程 去音很多中部來參加 要請到專業的工廠 來帶大家回來圍堵 因為那個之前新北市政府 一直在提倡那個長照跟日照 那然後我們一直 其實很多社區是不了解的 那些區公所來我們才知道 先讓影法族走出家門 我們這個等於是影法族課程一個先修班 所以我們其實個程是比較短 就是八堂課 很多社區都有這個收到這個公文 可是都不知道有這個課程可以做 那所以我們就先開始 從我們自己社區開始做 然後我們希望能夠推展到系職各個禮 應該要常常辦這種活動 讓我們出來 啊就在家裡不可能說 運動啦或幹嘛 來這裡才有辦法 還有認識很多的鄰居 啊大家都讚美 你畫得這麼漂亮 大家都跟我們學歐 全部都是長青組的 所以大家有空嘛 就是出來活動活動這樣子 也是一個消遣 也給自己一個發展的空間 中部的道頂作會 拿到圍筆在所面的豬課程來作圍 學員的當選在活潮度 也是電視度 加各種材料透過圍筆來圍起來 有白的黑的 也親像黃色的傳播豬課 在中部的用心的配色之下 變成一個特殊的豬課 有中部是做得真有性質感 還夾買一個豬課 以後要做禮物來送人 我有多買一個 因為我要送給我弟弟 希望政府能夠多多讓我們 老人家能夠出來 辦各種不同的活動 真的很喜歡 真的我們每個人都 嚇得都很開心對不對 哪有說像 我們是年輕的老人 不像說有70多歲了 為了要讓中部的賣米店家 就來透過家裡的客廳 鼓勒他們驚出來賀才賀高朋友 社区辦理的 英法咕嚕部 先修版首位 看補第一的客廳 就是要讓中部 對提為別的過程中 找到歡喜跟生酒感 記者丹飛靈 席智博德